政治人物在清真寺办活动经常会引发 明面上讲宗教那暗地里搞政治的争议 邓家楼现在就明文规定 禁止国会议员和州议员 在州内的清真寺和祈祷所讲课或办讲座 邓家楼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俗理事会宣布 不准政治人物在这些场所讲授宗教课程 也不可以当周五礼拜的诵经者或宗教师 这是为了确保清真寺和祈祷所 不会遭到滥用 也避免神圣的地方掺杂了党派政治 引发公众的不安和误会 不过如果有讲课准证或得到理事会的批准 还是可以进行这些工作 理事会也点出 邓州苏丹米詹在那阿比丁殿下 也对一些政治人物在没有获批的情况下 到清真寺和祈祷所步道讲课感到遗憾 所以希望各界能够遵守理事会的规定 鑶子能够遵守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